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我们再来看说 那这个Count加1跟Count-1 这是一个高阶指令 就一行 好 那我们把它翻成组合语言之后 最后组合语言的指令是什么 我们看 Count加1 事实上要变成三个指令 就是你先把Count的资料 可以面有放到某一个register 这里我们假设用CPU的register1 然后把register自己加1 然后再把它存回去 这是最标准的动作 就是把你的变数 把它copy到register里面 register本身做一个运算 不管你要加1-1都可以 然后再把它存回去 就所谓的load跟store的概念 load跟store 先把它下载 然后最后再储存回去 这个Count加1 就变成一个高阶指令 变成三个理解指令 我们刚刚说interrupt 会出现在哪里 这三个指令中间的两个点 都是interrupt点 就是CPU要中断的时候 都是在一个指令 跟指令之间 会被中断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看一下 那Count-1 怎么来imprint呢 也是一样 我们先把Count 把它放到另外一个register register2 然后把它内容-1 再把它存回去 这是两个Count加1 跟Count-1 它真的imprint是这样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呢 我们现在Count-等于5 我们现在目前刚刚好Count-等于5 那接下来我们会执行 这两个指令 一个producer 一个consumer 那如果按照正常的这个 顺序没有错的话 我先执行producer Coun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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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又变5 对不对 照理讲应该我们可以一起 应该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现在 现在这个Count-1 的指是5 然后等下呢 我如果先执行producer 再执行consumer 它应该还是5 对不对 或我先执行consumer 再执行producer 各执行一次 应该也是5 对不对 就先用再补 或者先补再用 都一样 都会一样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结果呢 我们假设 这个指令的执行 刚刚提到 因为我要执行 一个程式要执行 一个Count-1 一个程式要执行 Count-1 好 这两个指令 刚好展开 就是上面一个蓝色 一个红色这个 好 那他们执行的顺序 按照顺序没有错 可是会交错 就交错 交错 为什么会交错呢 因为CPU会把那个 对不起OS 会把CPU拿回来 然后再交给它 那时候我没有产生IO 没有产生IO 也可以被拉回来 对不对 因为我可以tom out 类似像这样的概念 好 我们就假设说 这个顺序呢 我先假设 先执行这个S0 S0 就是最相当这个step 最终 第一 第0步 那上面那个框框 就代表说 这是执行这个指令 好 执行这个指令的结果 就是Regis-1 等于5 因为现在Count-等于5 好 然后第二个指令 就是它加1 所以Regis-1等于6 好 那你注意到接下来在这个时间点 这个指令做完之后 CPU被拿去执行Consumer了 注意到接下来是执行这个指令 因为我们在一个指令中间可以被中断 刚提到再来一次 就是说CPU先执行这个指令 再执行这个指令 然后接下来就切到这个红色的指令来了 好 那这个指令做什么 它就会把Count的值 Count的值 是5 还是5 因为它还是原来的变数 它把这个Count的值 搬到Regis-2 sorry 搬到Regis-2 然后把它减1 所以这个时候注意到Regis-1 是6 Regis-2 4 一个加一个减 因为它在不同的Regis的做 不同Regis的做 一个做加的动作 一个做减的动作 好 那关键就在这里 接下来最后的两个指令 我们先回到上面来 Regis-1 它把它存回到Count Regis-1 算是6 所以这个指令做完的时候 Count是等于6 好 假设这个CPU又中断 CPU拉到下面这个process来 还有它把Regis-2 放到Count 所以Count就变成4 所以这个最后的结果 就是最下面这一行 Count等于4 又做完了 那事实上我们刚提到 照理怎样 应该producer run一次 consumer run一次 不管哪个先放哪个后 最后应该是要5 那我怎么变成4 我本来是5 对不对 producer产生一个consumer 吃掉一个 我应该是5 为什么变成4 那就是因为它没有做同步 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Count 这个Count本身 有一个process要把它加1 有个process把它减1 可这个Count 加1减1 这个动作就会翻成组合仪 而这个组合仪的指令 中间会被插断的意思 好 所以呢 什么叫做quitical section呢 这个quitical section 就是说我们的程式里面 会有中间这一段叫做quitical section 以我们刚刚的例子里面 那个Count加1 就是quitical section Count-1就是quitical section 也就是说我们两个process 它们各自有一个quitical section 一个是quitical section 一个是quitical section 一个是quitical section 那我们是刚刚有一个 在执行quitical section 另外一个程式在执行quitical section 注意到 我们再回到前面去看 我为什么会 我们下面这一段 为什么会有蓝色红色交错 蓝色红色的 因为蓝色是一个加1的 红色是减1的 那加1变成三个组合原子令 减1也变成三个组合原子令 那这三个跟三个呢 因为蓝色红色交错 就代表这两个指令 你同时在执行 对不对 高阶语言同时在执行 因为你同时在执行加 又同时在执行减 其实我们如果注意看 蓝色红色 只要蓝色红色不交错 不管你先做蓝色红色 还是红色蓝色 它都会对 但是因为你交错了 交错的意思就是说 你在执行蓝色的时候呢 你又执行红色嘛 就是你在做加1的动作 加1的动作等到三个指令 你在做加1的动作 没有做完 因为你三个没有做完 这三个这种蓝色指令 还没做完嘛 你就执行做红色的动作 你在做加1的时候 你又在执行减1嘛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critical section的问题 就是说两个程式呢 不可以同时进入critical section的意思 既然叫做critical 就是所谓关键区嘛 在这个关键区里面就变成说 process呢 同时只能有一个进到关键区 两个它就会造成这个问题 或两个以上 那我刚刚讲 以这个producer跟consumer的例子 它的critical section是什么 就是count加1跟count减1分别 就是这个critical section 而我们要控制到说 当有一个process 比如说producer 他在执行count加1的时候呢 那consumer不能够去执行count减1 或者consumer在执行count减1的时候呢 producer不能执行count加1 所以他们有个叫做critical section 那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控制它说 这个process不要同时进入 他们各自的critical section 他们各自都有critical section 每一个程式的critical section 里面的指令 不一定要一样 有的是刚刚讲一个是加一个是减 可以不一样 可是它不能同时进入 那不能同时进入 我们就要控制 控制是什么 就是黄色那一块 我们叫做entry section 这个entry section 虽然是黄色的一块 它可能是一个指令 可能是一段指令 可能是一个 可能是一段 一段 那目的就是希望说 要确保同一个时间 最多只有一个process 在critical section里面 这是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因为刚刚讲 同时执行可能会造成问题 所以我们要确保 没有这个问题 就是不要让它同时执行 那做法就是说 在城市进入到quick section之前 比如说你在一开始 比如说我第一个城市进来 第一个 第一个城市 不管是consumer 不就是因为你是第一个城市 那你进来之后 基本上你可以进到quick section 因为这时候没有城市在里面 所以第一个城市进来 它会进到quick section 它的quick section里面是执行 它是OK 第一个进去的 第一个执行的是可以 可是接下来注意到 这个第二个城市 它就不能进去了 比如说有一个process 在它的quick section里面执行的时候 其他的process 不管有几个 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通通不能进去 不能进去的意思是什么呢 它的指令 就是在quick section里面执行 这个地方 刚提到 quick section本身 可能是一个指令 高阶指令 或者其他的指令 它必须在这边等的意思 就是说 当有一个process 已经进入到quick section之后 好 接下来的城市 可以陆陆续去执行 就是说 在quick section里执行的城市 也可能停在中间 因为它的cpu 就被always拉走了嘛 所以cpu可能就去处理 别的process 那别的process 也想进入 它们各自的quick section 就会进入到它们 叫做entry section 好 就必须停在那里 在那边巡回 它不能进去 这个观念就是这样 就是同一个时间 只有一个process 可以进入到它的quick section 这是最重要的观念 好 那我们再来看 就是说 当这个蓝色的 这个process 它离开了 离开我们叫做exit exit exit这种section 就是它离开了 离开之后呢 好 代表说 就没有process 在quick section了嘛 它离开了嘛 好 那刚刚在等待的 才可以进去 才可以进去 所以这个是一个流程 注意到 你看我们这个quick section 当它离开的时候 另外一个就可以进去了 同一个时间 好 注意到 同一个时间 最多只有一个process 可以进到这个quick section 里面来 所以quick section的问题 本身 事实上封为三个最重要的 这个 这个所谓的 注意的事情 第一个就是要mutual exclusion 刚提到户次 mutual exclusion 这个户次就是说 如果process i 正在执行它的quick section 好 那其他的process 都不可以执行 它们的quick section 就是每一个层次都有自己的quick section 针对要同步的 要同步 这个观念是这样 就是说 假设我们有两个process要同步 好 那我们要去共用 刚刚讲的像康的这个share data 所以我们各有一个quick section 来用这个 好 但是呢 有可能说 好 那我这个process呢 就是我process i 跟process j 我这两个process 共用一个 可是process j 跟process k 它们共用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所以一个process 它可以有好几个quick section 只是针对不同的 能做对象 就是一群里面 可能有共用一个data 好 那我们是一个quick section 那我可能一个process 加入好几群 各有各的quick section 所以一个程式呢 不是说只有一个quick section 它可能好几个啦 都没有关系 反正它只要 进入共用的 这个quick section 好 我们就说 它必须有互吃 所以有一个process呢 进入它的quick section的时候呢 其他的process 就不可以进入 相关的quick section 相关的 我们看一个这个 例子 像这个例子就是说 像左边这边 黄色的 它已经在它的quick section 里面这个process 那右边这个process呢 就变成说 不管有几个 它们就只能在这边等 因为 那个黑色的 还在里面 有一个程式在 它的quick section里面 其他的process呢 就不可以进去quick section 我们为了避免 刚提到 quick section 如果同时执行 它可能会造成这些 分享data的错误嘛 我们为了避免错误呢 我们就是让它做护次 做护次 做护次最简单就是 当有一个层次 在它quick section里面的时候 其他的层次不可以进去 这是第一点 我跟你讲有三点 第一点 要做到护次 好 第二点被人说 这个progress 就是你不能为了做到护次 发生一个现象 就是说大家都在外面等 都没有人进去 这样就不行 所以我们必须有progress 所以progress定義是什么 就是说 如果没有process 在他们的quick section quick section是空的 没有人在里面 可是有很多人在等 好 那 这种等待 不可以被 无限的延长 我们叫做 不可以被postpone indefinitely 就是说不可以被无限制的延长 就一定在一个时间之内 他们一定要能够进去 就是这个等待 不可以无穷等待的意思 就是说 如果有一个process 在quick section里面 其他都不能进去 但是如果没有process 在quick section里面 那很多人都想进quick section 那 他们在一定的时间内 他一定要进去 就是不可以让他们 无穷进的等待的意思 也就是你必须有所谓的progress 就必须有进展 就必须有进展的意思 我们看一个这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这里 这个图里面 我们有三个process 就是三个箭头 代表三个process 他们都想进入他们 各自的quick section 可是在quick section里面 又没有程式在执行 代表说 我这三个里面 一定要有一个可以进去 不能让他们在那边一直等 然后都没有进去 没有进展 他一定要有进展 要能够进去 就是说我们在 在选择说 到底谁可以进去的时候 这个选择 不可以无限制的延后 就一定要有进展的概念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看例子 好 那第三个叫所谓的bound waiting bound waiting 就是说等待的时间是有限的 必须有限制 不可以无限制的等待 这个不一样就是说 我们说 当一个process他提出一个需求 一个process提出需求 那在他得到 这个允许进到他的quick section 我们讲提出需求 是说提出进入quick section的需求 比如说一个process呢 他现在想要进入他的quick section 那到他真正的可以进入 就是到他的意思 好 那这个时间呢 必须是bound 就是说他必须是有限 或者有限的次数 就是别人轮的次数是有限 这个跟progress有什么不一样 刚提到 progress是说你必须有进展 代表说如果现在没有process在quick section里面 而有很多process在等 好 那你一定要挑一个进去 一定要挑一个 可是呢 你不一定挑某一个 那如果万一有一个 他倒是没有被挑到 就是我每次都有挑到process进去 所以我满足progress 我满足进展 就是每次有人等我就挑一个 有人等就挑一个 可是你注意到 那你在挑一个进入quick section的时候 你挑的时候有没有 比如说有没有公平 有一个process 永远都没有被你挑到 你满足progress 反正我都有挑进来嘛 但是只有一个 一直都没有被挑到 那他就不满足这个叫bound waiting 就是说他一旦提出需求 他一定要被挑进来 就是说被挑进来之前 可能会先挑别人 没有关系 可是挑别人的这个次数 是要有限的 就是所谓bound waiting 就是说一旦一个process 提出进入他的quick section的需求 一旦他想要进入 没有关系 他不定的马上可以进入 这个voice可能会调其他部分先 没有关系 先 但是其他部分先的这个次数 一定要有一个上限 上限的意思说到了这个上限 就要轮到他了 所以提出需求之后 在一个上限时间之内 你应该会进到quick section 所以我们叫bounded waiting 就是说每一个process的等待时间 是有限的 是要被bomb得住 那我们当然假设说 假设每一个process执行呢 是在一个non-zero speed 每一个process执行不能 不能是停的啦 要停的就不会进展嘛 你挑他他就停在那边那不行 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也不假设呢 所谓的angleprocess的相对的速度 就是他们执行的程式的快慢 这个本来就是因为 到底哪一个程式会先被排成 被排到 那是看OS嘛 因为我们也叫做process scheduling 这些在等待的 等待进入的这个程式呢 可能都在ready queue里面 都在ready queue里面 所以OS怎么去挑 他们的顺序 还有这个 这个run多少时间 这是OS来控管 也就是说 一旦被挑到 那你就要去看看说 可不可以进入quickle session 不是被 不是一个process 被OS选到呢 他就可以马上进入 那他满足条件 才能进去这个quickle session 所以整个概念就是刚刚提到 第一个要互斥 因为两个process 同时进入quickle session的话 就会造成这个资料的 可能造成资料错误 所以第一个要互斥 第二个要progress 就是说 当没有程式在quickle session里面 而有其他的程式 想要进入quickle session的话 一定要有一个可以进去 第三个叫做bund waiting 就是当一个process提出 想要进入quickle session的需求之后 在一定的次数之内 就别人先run 一定的次数之内 他就必须能够进到里面去 他的等待必须是有一个上限 好 好